你这个小龙虾 不要卖40一斤 你要卖一块钱一份 我不是老板 老板在那边 你是老板是吧 我跟你讲 你这个卖一块钱 比你卖40要挣得多 笑话 笑话 我告诉你啊 你不要这么大反应啊 我叫你滚 你说 我也是客人的 我跟你讲 我叫卧龙 我今天呢 管你卧龙还是奉仇 我今天呢教你三招 说不定啊 你给我上菜去吧 你先等一会儿 我给你设计一套 卖虾的 营销高手模式 说不定一个小时 龙虾卖光 这个夏天虾都不够卖 你看这个季节都是卖虾的吧 同行也多 打败同行 好不好 如果说不管用 五桌我都买单了 你客人都没有 你还在拒绝我 如果有用 你请我吃一份 刚才我听到了 五桌 买单 你买单 听不听 如果有用 你请我吃一份 一份 小意思 首先 我先给你设计一个广告标语 上连 死虾指纹天上有 下连 人间仅此 一家长 横批 龙虾 一元一份 这个叫做 一元营销法 人来了没有 隔壁卖四十亿斤 你卖一元 人都过来了吧 但是你有点亏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原来肯定来 我现在教你怎么样用一块钱的东西 挣回十倍的业绩 好不好 首先 人来了 龙虾提供的是小份 不要搞那么大份了 里面搞七八只虾就可以了 小份的龙虾能吃饱吗 吃不饱吗 而且谁会一个人过来吃呢 啤酒点不点 烧烤点不点 小菜点不点 送出去的小份龙虾成本回收回来没有 OK 赚了啊 有引流 有成交 还有什么 还有裂变 顾客在结账的时候 第二招来了 叫做抛砖引玉 现在是520 521 推出一个什么 爱你不止于小龙虾的活动 只要加入你的小龙虾俱乐部 就可以干嘛 得到很多好处 但是有什么条件呢 九十九块钱 顾客会给你交吗 不一定吧 万一你跑掉怎么办 是不是 给他无法拒绝的理由 现在 给你九十九 得九十九 再送他九十九 再反他九十九 给你解释一下 九十九得九十九 是不是原本里面的消费额度 送九十九是送九十九瓶啤酒 分开领 每次过来领五瓶 是不是可以回头二十次 好回头也解决了 再反九十九是什么呢 反他一张龙虾卡 而且这样九十九块钱的卡 他自己不能用 而他的闺蜜亲朋好友过来亲自使用 每次可以抵扣十块钱 白得的好处 那么一个九十九得三个九十九 爱你不止于九九 那顾客会参与吗 百分之九十人都愿意吧 是不是 来 最后一招更厉害 你参与吗 就是三个九十九 你会不会参与呢 是真的得吗 真的得呀 可以吗 老板 正常的过程 没有问题吧 而且我们现在还有个什么呢 还有个龙虾打卡机制 以半年算的话 每个月来吃八次小龙虾 也就是半年来四十八次吃小龙虾 给你送一辆电动车 哇 可不可以 可以啊 要不要啊 本来就是要吃小龙虾的 你愿不愿意 你亏吧 我告诉你 他们每次过来吃小龙虾是不是要消费两百块钱一桌 四十八是多少 五千六百块 一辆电动车成本顶多六百到八百块钱 你亏吗 亏了没有 客流爆满了没有 我又给你试一下就知道了 好吧 要不要 要 没见过吧 差点就跑旁边去了 对不对 多参与几次吗 多参与几次去啊 多客谁不想参与 对吧 你第一要讲的 你第一去啊 可以可以 那去里面吧 里面有桌子啊 要不要喝点啤酒啊 再来几瓶 烧烤 烧烤也好吃吧 好吃好吃 来来来 去到里面去 我朋友在后面 后面是吧 刚好啊 抽一桌 好好好 麻将都能打了 里面钱 两份是吧 里面两份 管购 半个小时过去了 有多少人参与 二三十个人吧 那你收多少钱 99 自己看一下 数据不好 数据不好 几千块钱哦 对吧 那这个活动有没有效 我们虽然卖的是虾 但其实不是虾 是什么 是人性 明白了没有 顾客呢 他不喜欢免费的东西 但是他喜欢什么 占便宜 所以说开店做生意 一定要模式先行 不要傻傻的等客上门 被卷死去 不请我吃一份 有道理 你买了没有 一份小意思 小意思